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将联菜与物资赠送给专责照照顾心智障碍者的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附设永爱发展中心 满爱心送爱心外还提供专业检测服务 让永爱发展中心安心过好年 过去这一年对我们台湾也好对前世上是一个疫情变化很大的一年 那对一些弱势的团体也是比较困难的一年 那台电秉持这个社会责任 那把这个爱心希望照顾到最需要的身上 所以我们透过公所的协助跟指导 那我们找到那个喜江额基金会呢 想说我们一些需要像第一基金会他们辅助的对象呢 需要一些吃的最需要的是吃的东西或营养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送福到家啦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台电也是注重这个有电物的这个专业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洛斯坦里他的用电场所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提供一些用电安全的检测照明的检测 希望说他们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安全的环境能够照应一下 台电的扇行异举让成立将近15年 目前服务40多位心智障碍者的永爱发展中心方面相当感谢 一方面就是说在社福组织我们专业是照顾孩子们 那台电用他的专业他的Talent来服务我们 然后帮我们做一个节能的用电的宣导跟教导 还有就是说教我们一些用电安全 那我觉得很好 再者就是说他也结合了庇护工厂的爱心物资 然后来给我们的孩子使用 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在营运上解决了很大的困难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台电这样一个好的社区邻里 对于台电不只提供稳定的电力 还主动回馈社会 到场的台北市信义区区长陈冠林 与当地三里里里长翁信利都非常肯定 非常谢谢台电就是特别找到我们信义区的这个第一基金会 那一起来做这个年终的送温暖这样子的活动 那我刚刚也看到我们台电非常用心的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物资 而且这物资还是特别跟喜憨而买的嘛 那等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善的循环啦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子的活动它是一个抛砖引玉 未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为我们这个地区的弱势的这一些族群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台电现在办这个活动真的是不错 但是有一点我感觉还是希望多多要宣导啦 台电方面也期盼借这项活动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鼓励更多社会资源共同投入关怀社会弱势 让爱的循环不间断 韩东送卵有报仗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居家清洁的洗衣精除臭芬多精 洗发洗身体与防蚊液 都是结合小花曼泽兰金柳醋液 与多种天然植物精油制成 不仅能拔除外来入侵物种 更能物尽其用 促进循环经济加值效益 它每一平方公尺会有17万的这些种子 所以在台湾已经很久以来 都变成是我们每年都花很多时间去 清楚的外来种 那它的最大致命 就是它会把树整个缠绕起来 就让它自息而亡 这些大家都大概知道 那其实我们从民国90年开始 那时候全台湾统计起来 大概有五万一千多公顷的小花曼泽 一直我们移除到现在20年 到现在全台湾大概只剩下3392公顷 所以其实我们的成效是有的 就是从五万一直到变成3000多 那小花曼泽兰我们想的时候 有些很多会去做一些染布 或做一些 我们就想我们先把它做干溜 所以我们在跟在地的厂商 就是赞碳工坊 刘经理这边先初步 要先经过洗清干燥的工作 把它弄好之后 干燥完之后 我们去入窑把它碳化 我们第一步会先把它碳化 碳化会得到小花曼泽兰的植物碳 这是第一个 这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那它其实植物碳化之后会产生一些烟气 这些烟气把它冷凝处理 就会变成粗粗液 这粗粗液大概就是我们花蓮战弹工坊 这边所生产出来的 那生产出来之后 它只能大概做一些环境用品 所以我们要必须再去把它精致 才能做发展更多 在人体或者是在哪里使用的这些产品 就变成筋瘤醋液 那大家可以看 其实我们大概每42公斤的小花曼泽兰 大概只能生产出醋液1.4公升 大概1.4公斤左右 然后再把它变成筋瘤醋液大概是1公升 大概1公斤 所以这样的一个摇烧之后 就是会变成这样的分流之后 它就会变成1公升的金瘤醋液 那这是粗粗液跟金瘤醋液 那所以粗粗液跟金瘤醋液 它的转换大概是7成 所以20公斤的粗粗液 它可以变成14到15公斤的金瘤醋液 那为什么我们把它弄出来 应该必须要知道这些粗液它有什么功效 所以我们把它转交给木舟大人 那就因为去做过那个国家的检测报告之后 发现它有强大的抗菌力 致菌力 尤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它有很强的致菌能力 推动除慢的这个过程 然后从这个有害的绿癌 一路转化到这个大家都带着一个善良的心 包括从战碳工坊这边的努力 把它从这个小化慢泽兰变成碳化的生物碳 以及相关的处义 然后再经过我们木作达人 这已经我们有17年的时间都一直在研究的就是木作义这个产品 就是木处义这样的一个物质 它的所谓的这种抗菌力 安全性 还有它在生活的各种领域上可以使用的范畴 我们都一直在努力这17年间 我们这次能够很高兴能够跟小化慢泽兰结个缘 帮助它在最终的这一里路转化成最有益人体 最有益的环境 甚至对我们的经济 甚至对我们现在在坦论的SDGS的第15项 森林的永续性带来一个成功的一个转换 我们透过真6透过检测去发现它的安全性 包括它的杀菌力达到99.9 以及相关的这个杀菌力的表现之外呢 它的安全性上 包括它并没有说我们担心的甲醇甲醇 以及我们很担心的像是我们说的防腐剂 或者是381项的农药检测 重金属全部都是零检出 所以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检测之后 我们才能发现说它可以去做成洗碗精 它可以做成洗衣精 它才不会有残留的问题 以及我们用在肌肤上会不会有肌肤的刺激 或者是说我们用在宝宝身上 你要用护手霜或者用一些乳液 那这个安全性上能不能使用 相当的结果是检测出来是完全是OK的 小花慢着来因为生长迅速 异对局部地区造成生态危害 有绿色杀手之称 因此农民都会拔除晒干后烧毁 花莲领馆处启动植株多元利用计划 与业者合作研发多元的生活清洁产品 有人担心说那这个小花慢着栏这么好用 那会不会让大家 这个小花慢着栏就大家都不除了 然后就去栽培它 我想第一个 小花慢着栏的收购的政策 已经历经多年 那它的成效 我刚刚也报告过了 它确实是逐步在奏效 那这些收购老实说每一年会去参与这些收购的朋友们 它是为了五块钱的一公斤的这个收购加码 我想不是的 一天大概就是一个便当的钱 基本上他们是有这样的热忱认同 这样子事实上是一个半职工的工作 那这个并不是说因为制作这些商品 然后再加码收购 其实没有 我刚刚讲的 最重要的就是把过去被认为是废弃物的这个价值利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小花慢着栏之后 大家还去发现到说 它还有很多很神奇很伟大的功能 那引发大家觉得说这东西可以利用 其实那这个也不用害怕 因为小花慢着栏的问题之所以会发生问题 是因为它失控没有人管理 那如果未来它变成是一个 这个大家认为可以利用的 自然就会有栽培 当然也会有管理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那小花慢着栏过去对台湾的危害 认为是说对于这个 我们的原生的次生林 甚至是原始林 会造成伤害 但是国有林 国有森林的部分 这部分我们都已经控制住了 刚刚也讲 现在小花慢着栏在全台 三千多公顷的面积 主要都是在一些私有地 浅山的这个地区 那核心 我们台湾这个生态 或者生物多样性 最重要的这个地方 基本上小花慢着栏是没有什么 已经没有什么 足以造成危害 这个都已经控制住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那多多的使用这些回归自然 有小花慢着栏制成的产品 抗菌效果优异 且不伤肌肤 香气宜人 带有清爽的草本味道 双方也签署合作备忘录 持续开发各项外来入侵种植物的 衍生产品减少废弃物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有大城上座的文文抄行 被抓到了 嘿呀 真是该死 是啊 为了不要让事情变得更严重 我认为 应该要好好的认错 认错 不可能 不知道了 正好今年税收 超出了四千五百亿两 那就每人发达个六千两名字 看起来还有话说 接着我们再画个时空环境不同图 让百姓们明白政策的改变 是滚动式的调整 以汉朝召军出赛为故事背景 巧妙融入环税渔民 内阁总词等十四更趣味十足 由全民大剧团 与台北势力国乐团携手合作 推出的全新古装音乐剧 大话昭君观落雁 剧情颠覆历史 围绕在毛岩兽与王昭君的恋情 饰演毛岩兽的艺人孙邪志 首次参与音乐剧 就挑战高难度的历史音乐剧 饰演残余的歌手黄大伟 则是以古装扮相 唱着成名曲《你把我灌醉》 并亲自设计音乐 更加入乌克兰语歌词 希望借由歌曲祈求世界和平 你把我灌醉 你让我心碎 爱的手不回 你说刚好不开心的事 刚好那是四月五月 欧洲战争 欧洲战争 对 所以我去研究乌克兰的语言 我就选了几个字 就是爱啦 和平啦 hello啦 拜拜啦 还有最重要的那句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所以很有趣 很好的经验 然后学到很多 我是说 还好我有半个客家人协同 因为应景 因为这个头真的蛮重的 然后这个衣服因为 因为我们非常的讲究 所以我们是真穿 没有在做假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身段 就仿佛在做举重一样 我光这个袖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大家看到外面是四层 它真的就是四件 但是其实里面还有内领 然后还有短的 因为可能我们会放一些小道具 所以我们真的穿起来的话 大概有六层厚 所以我一直手举起来 要做身段 要好像很优美 但其实我的核心肌群 已经在哭了 对啊 其实穿古装 是认真蛮辛苦的 因为有时候 我们大家看到很多的古装 可能为了便利性 或者是说可以让速度快一点 里面会有比较多 像那个弹性的绳子 可是我们这一次 所有人全部的古装 都是绑绳 就是脚也是绑绳 腰也是绑绳 那这意味着什么事情呢 也就是我们上厕所 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大化昭君观乐院 最棒的一点就是 我们希望认真的可以呈现出 最完美的那一部分 给大家看到 而不是就只是好像说 我们是古装音乐剧 那我们就是弄个简单的古装 反正你就是看起来像昭君就好 你看起来像毛烟兽就好 并不是这样 我们是非常认真的把每一个小细节 很考究的部分都做到最完美 所以这个快换部分真的是 真的是要人命 真的是忙死旁边的老师 对 我考虑了非常久 因为我很喜欢那首歌 但我想说 这样出去的话 我们毕竟还是艺文团体 对对对对 所以还是以艺文为主 那有些比较搞笑的 嘲讽的 因为历史剧没办法 就一定是借骨缝经 对 一定是借骨缝经 这没办法 对那所以 就保留让观众进到剧场里面 看我们怎么样 嘲讽实施 音乐剧《大话昭君关洛宴》是北市国与全民大剧团推出中国美人系列的第三部古装音乐剧作品 希望让更多喜爱观赏艺文表演的朋友 感受国乐艺术的多元面貌 这场的演出作词的是张大春老师 作曲的是李哲义老师 那在北市国年度乐剧的规划里边 我们按照不同的观众群的欣赏偏好 我们做分众的规划 所以北市国在2017年 开始一年音乐剧一年歌剧 我们今年这个是完成了第三个中国四大美女的音乐剧 那我们非常感谢合作伙伴 舞台上面的所有的演出人员 把这样子一个音乐的构想 能够具体呈现 那当然这样子一个制作 我们结合全民的我们说在剧场里边的操作 整个历史文本我们重新逆写 不只是改写然后重新逆写 把人物的角色更凸显 那音乐跟剧情之间的连结 展现出台湾国业发展里边的活力 大化召军官洛宴1月6号到1月8号 连续三天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演出四场 融合传统与创新的音乐剧 观众朋友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李熙会台北报道 Io饮食指导专班至今已开办共37个梯次 Io们在营养师用心指导后 看到许多正向成果及激励人心的回馈 他们透过每日撰写饮食记录本 包含餐食 饮水量 排便与运动等 经长久观察 身体指数与生活品质均有改善 今天是一个我们大概是 努力了12年的成果的发表 那每次我们看新闻都是哪一位艺人 胃癌过世 好可惜喔 那我们今天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让大家知道 其实抗癌防癌很有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我们历时12年的研究 那已经办过非常多 才照过了超过1100位的 癌友的一个很好的成果 发现四大指标有改善 你只要能够把饮食掌握好 尤其是胃癌的人 千万记得不要瘦掉 不管你本来的体重怎么样 如果你现在正在做治疗期间 是千万不能瘦掉的 那所以呢 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一定要按照营养师的设计 那设计好好的努力去达成 守住体重 这是第一个关键 当你这个部分做好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你就会发现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体重管理搞定了 比方说我们的藏果呢 太瘦的学员 欸 体重上来了 那再来呢 如果太胖的学员 也能够小心的减重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很多抽血指标有明显改善 你会看到我们很多人 就聚焦在癌症治疗 可是呢 三高怎么办 血糖啊 肝功能指数 这个很多东西都疏忽了 事实上这些指标 透过很好的饮食方式 不是只有抗癌防癌 其实三高这些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这个部分也应该一变照过 那我们的研究证实就是 欸 也可以有很好的成果 那第三个部分是说 我们的生活品质的部分 生活品质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努力的照顾他们 用爱跟专业努力的照顾好学员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自我感觉的 这个自我 就自我效能的部分提升了 自我饮食管理变得很好 那再加上呢 他也发现他自己很像 情绪的管控更容易了 整体健康的感觉 生活品质都有很好的提升 甚至睡眠品质啊疼痛 或是这些不适的感觉 他都能够有一些改善 癌友饮食指导专班 能有效帮助大家抗癌防癌 切经医学统计分析 证实有效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的照顾对象是 我们是照顾癌友 所以任何什么种癌别 我们都要都欢迎参加 所以我们的癌症癌别种类 有30种 那但是统计下来 跟我们政府的统计数字相同 乳癌是第一名 占了48% 那我们也很头痛啊 因为看到那个数据 年轻乳癌也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 也有我们学员过来 那你知道 新闻上看到好多艺人 30几岁年轻乳癌 甚至就失去生命 好可惜好惋惜 但是在我们的照顾当中 我们很多年轻型的乳癌患者的情况 都相当的理想 其实我们已经照顾了 1100位以上的学员 我们这次的统计数字 因为包括我们的要送IRB的申请 所以我们统计的数字 有701位学员 那包含北中南山区都有 是 嗯 对对对 所以这是史上的样本数最大的 真的 那我们其实努力了12年 第一年在研发 然后一开始的是 我们一开始照顾 是照顾多久呢 一年 那后来缩短成三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年的量呢 大概都可以照顾 100多位的学员 北中南 那每一次照顾的学员 我们就会邀请他们上课 然后是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他们会上三个月的时间 最重要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根深蒂固 然后可能来自上一代啦 所以说改变饮食习惯是非常难 但是呢它是可以改的 你改了之后 你就有希望 你就有机会 其实哦 就是我们的照顾方式 就发现他们的各方面的指标变好 所以你今天会看到我们乳癌二期 现在已经十年了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 淋发癌脑转移 本来医生都要准备后事 他现在已经六年了 所以像这样的例子 我们真的很多 还有最头痛的是胰脏癌 大家都知道的是癌王 我们手边照顾好几位四期的 那医生的宣判是三个月到五个月 但是他们都超过两年 那虽然最终生命还是会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品质 它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努力去做一梦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要教的方法就是 首先你一定要懂得要怎么吃 吃什么东西 量要怎么控制 可是我们每天吃的饮食当中 难免都会吃的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扎根的方法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健康两杯 一个是蔬菜水果坚果打在一起 那你就把很常常没吃到的东西 都一并打在里面了 那另外一个是 就是所谓的高盖豆骨浆 就是我们的豆子 黄豆黑豆浸泡煮熟 然后加上骨骨杂粮打在一起 然后加上黑芝麻酱打在一起 所以这两个是关键 所以怎么样优质适量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教他们 然后每天检视他们的饮食技术 你发现越来越进步 越来进步 然后从而有成效都跟着上来 那我们的饮食方法 实在很希望推荐大家 我们的方法就是教你 首先一定要三招四拾 那三招讲的是第一个 你的心情很愉快很重要 这个干嘛都大家可以想见人知道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我们希望尽量选择食物 减少食品 就会减少很多风险的添加物 第三个是健康的四事 四件事情 第一个要多样 我们选择食物 我们就叫他们花七花八 要七个颜色 那再来呢 适量我们会教他黄金密码 为选人设计好他的分量 再来是希望全食物 希望他要尽量选择 比方说带皮 带皮的话就有植化素 这个部分就会把营养素的含量密度 通通拉上来 癌症关怀基金会呼吁抗癌路不容易 越早落实健康饮食生活更是关键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好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似乎一样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拿着小篮球投下三个必须要的篮筐 台湾女兰传奇钱维娟和国建署署长吴钊君 台湾癌症基金会执行长赖基敏 一同呼吁国人重视逼肝相关疾病 别错失妨碍契机 我刚好也是太远 我就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隐藏的 而且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健康 而且这个健康不是我自己说的 而是我真的是大概至少超过20年时间 我就是每半年跟我的医生见面 然后抽血 然后照超音波 然后我的医生对我很好 他还帮我验了特别多的东西 那现在对我来说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简单很轻松 是因为这一次我才知道了这么多的数字 我才知道我就是这个断层 断层世代的其中一员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叛逆的球员 运动员我在小时候我就是常常去对抗这个体质 不能染头发不能烫头发这些我都非常不遵守 但是很奇怪 医生说的我还蛮听的好奇怪 所以我就一路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觉得就是固定的追踪做这些事情 对我来说是很稀松平常 所以在这边真的要强烈的呼吁 真的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并不难 那其实V肝的防治并不亚于吸肝 我们从早期的V型肝炎的疫苗的注射 到妈妈有这个感染V型肝炎以后呢 应该有在出生二小时都要打太阳蛋白 那么一直到我们从健保开始的时候 就有V吸肝的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一百年开始大量在推动 那么从98年开始 那又扩大所有的范围 我们民众只要满45岁 那原住民只要提早到40岁 到74岁 到79岁之间 我们都可以中任提供一次的利息干的一个筛检 所以政府我想在推动相关的 从疫防到筛检的工作 那都一直要持续来进行当中 那刚刚提到了我们做了这么多事 好像都还有不足的地方 都还是要我们持续在努力的地方 那偏偏呢我们肝脏呢平常 就不会告诉你我哪里痛苦 因为它没有症状 如果没有透过筛检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知道 你的肝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它不会主动的告诉你 等到告诉你的时候都已经比较慢了 所以呢我们还是强调在早期的 这个预防跟筛检的重要性 这个是一定要告诉他 那我们一年 刚刚提到的主持人讲的很 一年大概发生率就有一万九百多 但是死亡的肝的 死亡的一年超过一万两千 是所有癌症里面死亡最多的 就是肝脏的疾病 当然包括慢性的肝炎 肝硬化痘 当然包括肝癌加起来就超过一万两千 所以是相当对我们来讲 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 怎么样来降低我们肝脏的 这个它也能够降低这个肝脏的死亡力 所以呢 但是这些癌症里面来讲 百分之八十都跟VC肝感染有关 它是有感染性的感染 所以呢 对于VC肝的怎么样预防感染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 免于这个感染性感染的一个危险 那有了感染怎么及早找出来 及早去阻断感染继续的发生 让我们肝能够休息 能够恢复高健康就非常的重要 台湾1986年 对新生儿全面接种V肝疫苗后 V肝代源率降低至0.5% 但肝癌仍高居国人第二大癌症死因 每年约有8000人因此失去生命 但医大医院却发现 肝癌患者有高达75% 未曾治疗过鼻肝 措施预防肝癌的两肌 但是V型单元比例还是会高 那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目前我发现这些人都是所谓的 这个疫苗断层世代的人 那这些人大概每人有超过大概5000到6000人 那每天大概有15个人 那这一群人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 他们三层是从很没有救过 即使我们有这种所谓的定期追踪的方案 那这些人是没有去的 那7层没有做固定的最终或治疗最后的这个感染 那从国民健康署107年 健康危险行为监测调查结果显示 感染病新的公众有三层是没有救援的 那这些原因分析起来有7层是自己觉得很好 没有关系 有两层是不知道要去看 那可以有一个地方让他们能够定期的去看 那一层为没有时间就医 所以以后这个应该是在民间像台湾癌症今天 我们就开始要多把力量放在这一群 从来没有去就医的 那国民健康署105年公布的调查 全台有超过500家这样子的参与这个所谓的追踪或治疗方案的地方 那目前应期接受追踪或治疗的人 仅仅只有三分之二 国健署提醒民众善用政府提供的预防保健服务 45到79岁民众可免费一次BC肝炎筛减 透过早期发现避免演变为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减少致癌风险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台湾有2300万人 然后那台人一个老的台诗笑话 加蛋给五块 在这里等下多五块 随手拿起一款T恤 上头印制的图案都是一段故事 更是许多台湾人共同的经历与回忆 打着自作自售的名号 阿晴与阿俊夫妻两 一开始是阿晴把自己手作的物品拿到市集贩售 后来喜欢画画 拥有老灵魂的阿俊 将怀旧物品结合台湾特色 透过手绘图画 转换成文创商品 展现浓厚的复古怀旧台湾味 旧跟新做一个结合 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或者是你在一些观光景点看到很多旧的东西做成明信片 做成包包之类的 但是他们就是把旧的直接拿去印 这个其实每个人都做得到 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 那我们东西就是让人家觉得这好像是旧的 我说其实不是我画的 他们就觉得 而且我们会给一些 会做一些修改 质感一点点之类的 然后你就觉得让它更有生命力 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电脑画 但是我还是习惯用那个水彩画 所以说我手绘画完之后 然后再去电脑再去修一点点 但是主要还 因为我喜欢那个笔触 在两人的住家兼工作室里 到处都是怀旧物品 大同宝宝 机械式计程车表 香肠摊的弹珠台 不仅是收藏品 更是创作的灵感来源 就连曾经出现在挡风玻璃上的车辆玩碎证明贴纸 也可以变身成T恤图案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天我就很想画这个 但是这个功课超难做的 很难找 因为大部分我可能Google一下 可能就是大家知道 因为可能会有印象 然后Google一下就有 然后就是就来画 但是那个真的是 我找半天都找不出来 我后来还真的去问 因为我喜欢这些旧东西 然后我会追踪一些粉专 然后呢 我甚至还跑去问 有一个怀旧達人叫张哲生 我还问他 又斩转问到一个粉丝专业 他们真的 他们专门是坐老车的 他就直接跟我讲明 这个叫完碎贴纸 我说原来 然后去搜寻 就开始搜寻出来 然后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很特别 然后反正后来被我找到 之后我就很兴奋 然后我就开始 我就画 画画之后 卖的还好 我们当然会有心目中的理想 但是呢 有时候那个客人是让你想不到的 我们常常做出一个作品就是 哇这个超棒 但是呢客人可能不买单 销售不如预期 但有的可能只是偶尔我觉得 这个我有需要 所以我可能就做了一个饮料替代 但是有保温层 但上面又是我们的图案 客人就会觉得很喜欢 因为一般实面上买不到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说 令人怀念的苹果面包 国语课本封面 小面摊的看板 在两人的手中 变成了袋子 钱包 证件套等各种商品 也因为每一样商品 都是亲手设计制作 更能因应不同的客群 调整设计与品牌定位 其实我们的定位就是 复古怀旧台湾味 然后呢就 主要就是画 我主要是画我的年代的东西 所以有些人就会跟我讲说 你可以画 你有什么不画什么 我说那个我跟我没经历过 我没有共鸣 我没有办法去画 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两款 因为有些真的是客人跟我们讲 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 然后我就 我就开始去研究 就会去画 然后但是因为所以后来犯证 发现就是说 跟我同年纪的人 看到我们东西就很兴奋 然后尤其是国外的 华侨 类似华侨 因为他们可能从小 已经没有出台湾了 或者是 就是工作关系出国 然后后来他看到我们东西就觉得 就觉得说 哇这个东西好有共鸣 然后你也知道 人出国就变成爱国 你知道就是 这个东西就觉得说 哇这个 他也想要推 让人家知道说 我是从哪里来的 每次制作一个商品之前 我们两个要取得共识 就是你也喜欢 我也喜欢 这样万一这样也卖不好 就不会互相责怪 这样子 因为他比较偏艺术家性格 然后我就是那个 比较以现实为考量 对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就是 比如说 80%我们会画 我们都喜欢的 比较生活画的 然后大家有共鸣的 然后大概20% 可以画他个人 偏艺术家性格 喜欢的作品 就像许多行业一样 受到疫情冲击 在西门红楼十多年的经营基础 一系间雪崩时下跌 两人开始学习网拍 也到当时疫情还不严重的台中摆摊 或是把没卖出的门帘 改成帽子饮料袋 因为日子还是得照过 也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其实我们是 也跟银行贷款了100万 然后在第二年100万就烧光 其实很快啦 因为你一个月大概都需要10万块 你要做一个小店的成本 其实很多人有创业过就知道 应该说40岁以前 跌一个大家 然后我觉得也没有不好 就是我们两个至少都是很 乐观积极正面的人 所以呢 如果你人生一直一帆风顺 你可能不是这么懂得感恩 对 转战华山文创园区继续经营后 随着疫情解封 市场逐渐回温 也让两人看见一丝曙光 相信坚持下去就能获得认同 我常常跟她讲一个很好笑 我说我们就像老牌艺人一样 老牌艺人看眼上会 会有她的受众来看 对不对 我们以前的粉丝说 可是我现在还是有基本的粉丝素在 对不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只要我能够画就画 我也不见得一定要去做别的东西 只是说可能 那时候当下流行什么东西 我们可能就是做类似那种的产品就好 但是反正主要就是画画 我们反正我们的主要理念就是说 我画的让看过的人知道 不知道没看过我就跟你讲 年轻人嘛 以前发生过这些事 外国人 台湾有这些东西 有这些文化 对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迷人的啦 我觉得 对对对对 尤其是让看客人的那个反应 你就会有时候觉得很开心 就是说他们因为那些就是很兴奋 那你就觉得哇 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这样 对 然后我们也会受到鼓舞 就是哇 有人这么欣赏我们的作品 对对对对 自认为具有牡羊座执行力 却三分钟热度的阿晴 与一致坚定的摩羯座阿俊 个性互补的两人 用充满温度的设计与手座 将时代的眼泪与台湾人 共同的回忆保留下来 成为陪伴生活的日常 记者徐玉龙林习惠 台北报道 新一区嘉兴里里长政治要 童心大发玩跳格子 这不是在公园 而是在嘉兴里的一条后巷里 为了让后巷美化再升级 里长积极争取 发挥创意 在里内选了两条 有行人通行的后巷 进行大改造 嘉兴里呢 我们在最近完成了两条 后巷的特色美化 那当初为了做这个特色美化 其实是有些考量的 第一个呢 其实陆陆续续 我们在做后巷美化的时候 其实一般来讲都是采用 这个叫做磨石子 那在做这个后巷美化的当下呢 一方面是可以将后巷做清理 然后后巷的水沟也做整理 那但是呢 我们发现有两种 有那种特色的方法 可以让这个后巷更具有 这个美化的空间 然后要更活化 那这个必须要 这个后巷是这个 有行人可以经过 而不是一般的这个 住户后面 然后都是没有行人往来的 所以他必须要这个条件 才可以做特色美化 那嘉兴里 我们这次做了两条 一条呢 是用的这个跳格子 我们用跳格子 只是希望 未来我们会希望在这个部分呢 举办一个这个 老人家跟小孩子 在这边有一个跳格子的 一个游戏活动 这个发想呢 最主要是有一个老人家 有跟我讲到说 他带儿孙子去啊 到公园去 有这些跳格子的这个游戏 这个地上的 这个画画的这个东西都不错 但是呢 嘉兴里因为没有公园 他也没有什么绿地的空间 所以说 我就在想 好刚好利用这个后巷 来做这个跳格子的这样的一个绘图 然后希望可以在这边办活动 另一条以蓝色为主题背景的后巷 则是在地面绘制的两台F16V战机 让特色后巷变成了嘉兴里隐藏版景点 另外一条呢 我们做的是两台F16V的这样的一个绘制 那当初呢 也受这个发想是最主要是因为 因为我们国内之前 有准备准备一批美国的F16V 第二个是因为 汤姆克尔斯的这个 Top Gun 2的再度在国内 引起这个热烈的回响 所以说当初就想要说 把这个熬游天际 还有这个国家的这个F16 这样的一个概念 用到我们的这个后巷 让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喜悦 所以说当初这个有这样的两个发想 刚好应用在嘉兴里的这两条特色的后巷美化 大家不再看到地上呢 不再是冷冰冰的水泥地 或者是柏油路 而可以例如说经过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地平喷花 然后这种美术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我想这个不管是大人小孩 其实目前为止 街道的回馈都还蛮好的 有别于传统的喜十字后巷 嘉兴里里长正志要用心美化 将后巷结合同趣与艺术再升级 也让民众来回于后巷时 增添许多生活趣味与话题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阿也没确诊阿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画面现场是基隆友好城市日本八代市参访团 来拜会基隆市长谢国良 八代市这次由中春博生市长陈松游记夫议长帅团 来到基隆进行交流 由基隆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 官销处长郭忌 姐妹市促进会理市长林大勇等人亲自接待 欢迎这些日本友人 基隆市长谢国良与八代市中村博生市长 也互赠对方在地的伴手礼 市长谢国良说 八代市每年都会到基隆举行八代物产展 同时今年4月也是基隆市与八代市 地结友好城市协定的五周年 期待双方在未来有更多的互动与交流 那今天很欢迎我们日本八代市的市长 还有议长来基隆市政府 来跟我们做姐妹城市交流 那另外呢他们的羽球队的小选手们 也在台湾跟我们的选手一起共同比赛 那非常感谢他们就是很重视基隆 而且未来也还有更多的一些城市交流来进行 那我也亲自邀请了市长的这个访问团 在二月中左右他们会回到基隆来 到时候我也会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大家好好来谈一谈在今年度 未来双方的交流计划 那市长也承诺未来会带一些他们八代市的市民朋友 过来基隆观光旅游 那当然我们希望是增加我们更多的观光收益 不过这个城市姐妹的交流也是非常有意义 那另外他们也提到在熊本未来有这个台积电要在那边设厂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双方的商务跟文化上面的交流都能够更顺畅 那有机会的话 有机会的话 那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带着我们的议员回访这个对方 这样子不过因为我的工作刚开始 所以我们还是邀请对方来访问 邀请对方来交流 带他们市民朋友来基隆观光 促进我们的这个观光跟商业的效益 市长谢国良说 欢迎更多的八代市民众来到基隆观光旅游 也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交流 提高基隆能见度 吸引国际友人来基隆 感受这座山海城市的魅力 振兴基隆的经济与商业发展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特别针对市民相当关心的基隆成绩转运站 文化中心美术馆及东岸友轮广场 三大工程进度状况进行说明 那首先呢地上工程呢就是关于这个基隆的这个转运站的部分 他是在108年的6月8号开工 预定的完工日呢是在110年的7月21号 然而在这段期间遭遇到了这个新冠疫情肺炎的这个影响 还有台风的影响办理了三次的这个变更设计 把原先的这个完工日延期到了110年的12月5号 那除了上述的这个原因之外 还包括在转运站周边的这个工程 其他中边的工程案 还有后续委外的营运厂商 以及在陈博会的期间 各单位持续办理活动会刊 严重了影响到相关的这个工程的进度 那截至到昨天为止 从从110年12月5号到昨天为止 已经逾期了394天 我们的这个东岸的邮轮广场 它的开工日是在110年的3月31日 预定的完工日是在111年的10月8号 那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工程延档的情形呢 主要是因为东一东二码头年代久远 案体破损 以及呢它底下的这个缆线交错 造成它相关的施工困难 那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基隆表演艺术中心 一楼的这个美术馆的工程 它目前状况呢是它还没有报竣工 但是它已经快要完成了 原因呢是因为先前的这个工厂 先前的这个厂商 它对于工人工地的管理不当 设计单位建材审核耗费过久的问题 而使它呢就是已经接近完工 但是还没有报这个竣工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呢我们也在 目前呢这个承造商与设计的这个监造单位 对于变更设计的这个金额还在协商当中 所以说未来我们也会将会督促双方来 紧速的来完成相关的这个协定 市府发言于志明进一步说明 目前三大重大工程进度虽有延宕 但接下来新市府团队 会以专业的团队来把关 期待完成的同时也兼顾品质 给市民一个安心安全的活动空间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你下一个点在哪里 突然期间金融警方动起来 警察局长张树德亲自带队先进行请教 170名警力分区展开扩大领检 针对KTV卡拉OK电玩等帮派 一居重场所加强零件 本局是执行20点到24点 那因为因应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它是从1月1号的22点开始到1月30号的24点 有30天 那有三大主轴 就是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 民众安心 那着重点就是在 这个打炸 那个青楼专案以及青源2.0 那务必将将我们的辖区的治安把它进化 那交通就是加强风景区 易拥塞场所的交通疏导 那就制造一些这个标示牌 如果拥塞的话就请这个驾驶朋友要改道 那民众安心的部分 如果民众有提交外出 我们可以通知辖区的拍手 在附近适当的地点加挂巡逻箱 加强巡手 那如果在春节期间有大笔的现金 也可以申请復操 警方维护年节治安 也传出了破案好消息 一名男子在路边 突然被三名自称兵刑警男子领检 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强行打开门 要他下车配合调查 男子觉得不对劲 不肯配合 没想到对方硬是把他拉下车 包包被拿走 连同车子都被抢走 留下男子大声呼救 抢救 抢救 金融七堵区 日前发生一起抢夺案 被害人损失一辆车 还有包包内的现金50万元 警方成立专案小组 一路追到台中抓人 本分局于跨年夜时 接获民众报案指称 遭歹徒假冒警察以领检的名义刑墙 我们立即组成专案小组 调阅监视器 并查知相关嫌疑人 那立刻向法院申请拘票 及搜索票 并在封原分局的配合下 在封原市逮捕陈信等三名嫌犯 该等嫌犯在落网的时候 坦称抢夺犯刑 全案依抢夺罪 移送地监署侦办 嫌犯在睡梦中 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逮捕 除了依照抢夺罪嫌 移送法办 警方还要调查 彼此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記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那我们这边呢 也请我们理事长 一起来动手DIY 大明虾去壳 仔细剔除藏泥 立一头锅子里 冷油爆香 加入葱蒜 专业拌炒 长厨的不是厨师 而是基隆在地议员张浩瀚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 我们基隆去会 简介会理事长 是不是可以请理事长 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就是希望用 我们在地最新鲜 然后我们本港的食材 那提供给我们所有的一个好朋友们 那来了解说我们基隆的这样 我们现在在这个当季呢 有哪些好吃的海鲜 那可以在过年的时候 那买回去 那提供给我们家中 大大小小的好伙伴 大家一起来享用 首次在镜头直播做菜 张浩瀚化身型男主厨 当且直播主 基隆区会理事长 简介会也加入 要用基隆在地的新鲜海产 来做年菜 我们就即将完成 我们的一个 今天好运来的 我们的幸运虾 今年的大明虾量还是很少 但是 我们台湾人 过年时候都要用正好菜 大明虾 因为大明虾是红色的 所以有红印当头的气氛 所以说每个人都要用大明虾 在连接将近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 藉由我们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烹饪的活动 那来推广我们基隆 最在地最新鲜的一个食材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有烹煮了大明虾 跟红条 都是我们在地本港 然后最当季 最新鲜最好的一个食材 那希望说让我们的全国的好朋友 大家都可以来享用到 我们这么好的一个 我们的食物 那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也希望大家都能 鸿运当头 那让大家能够过一个好年 那这边呢也诚实的 推荐大家 我们基隆区与会 所捕捞的 这样的一个好的食材 在地基隆区与会理事长 简建辉 手艺不遑多让 采用一斤重的红条石斑 下锅清蒸 两盘喜气爆棚的年菜 端上桌 不只好看又好吃 非常感谢我们的 简建辉理事长 那提供我们这么好 那这么新鲜 那么在地的食材 那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料理的烹饪 那就是希望说 让大家除了了解 我们既有哪些食材以外 也可以用一些 比较新的方式呢 来烹饪我们 接下来过年家中 可能会要料理到 过年呢 我们可以推出新菜 那给我们家里的 不管大大小小啊 长辈啊 他能够享用 更新鲜 更不一样的一个料理 快过年了 民众采买年货 不只能上街采买 直播也是一种选择 借用区域会 行销在地渔获 透过直播教学 抢工年菜市场 记者 黄少民既用报道 尽管下着雨 还是要来当航海王 首要任务 就是要看懂雷达回拨图 接下来感受 舵的力道 跟着教练指示 开心出航 来小艇码头 它的码头是一个 摸字型的 好 那我们这边雷达打出来 它也是一个摸字型 用开车的经验在开船 真的距离好远 所以 但是这个体验非常棒 虽然有风有雨 但是很全新的场景 今天风雨中 大家来学习 都是一群很有热忱的学生 要不断的练习 还要动竹先机 才能开得平稳又好 开设水域安全救难挺伐 与动力载具训练的课程 除了响应海洋政策外 更要增加各级学校教师的 水域安全自救与救援能力 这个基隆来的教师 过去都一直在做这个 无动力载具 那今年就接近到 动力载具增加这个 救难挺伐的训练 也透过老师在带领学生的过程中 也拥有这样的一个救难的技能 以及这个动力船的 航行的一些知识 那这是我们办理这个活动 最主要的用意 滬海 青海 艾海 从教育扎根 透过系列活动 带动台湾海洋教育 及相关产业发展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让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